Hello,大家好,我是小呂 歡迎來到鳥人爛世第一集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呢? 今天是我跟Sherry還有Eric拍完片 然後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Sherry就是對我這麼多鳥人爛世 就是感到非常不可思議 我的生活就是多了那種很多奇葩之類的 而且你們有在看我IG的會知道 如果是會把這種很好笑的東西放到自己的Story上 甚至還有一個精選分享這一系列好笑的事情的 到家之後 其實就是從樓下到樓上 我就想到 天啊,我可以把這種事情成一整個系列 我知道你們超級喜歡聽大家那種爛吃 最好是我自己的爛吃之類的 而且超級真實 因為我都會截圖之類的 我是不是開了IG問 我不信的事情 因此我們今天就來盤點一下 台灣槍帶給我的困擾以及我認為的原因吧 OK話不多說,開始 我們學校的台灣人是少到 會有人在B站下面留言說 天啊,重慶大學也有台灣人 我這一屆以前的台灣學生 大部分都是在大陸住了 很長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在最明顯的就是台灣槍上面 他們就是沒有任何感覺 我聽過一個我認識的台灣學長 東北話講得比東北人還要好 我就是,咋的啦 幹哈 我幾個朋友說的 他們說我走在路上臉超錯 好像不知道就是全世界欠我幾百萬 但我真的是走在路上 我就是擺是這種死於臉 然後就是 而且拜託我走在 誰走在路上 到底會笑得像個傻子一樣 就你知道我朋友跟我說 他們看到我 我這個臉 跟我的身高一米八 他們覺得我應該要講 重慶話或者是 東北腔 我覺得這個超糊爛的 這到底清楚的定義就是 台灣人到底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可以大家就是在評論區下面留言 是要長得像這樣禿頭 還是就是 像這樣要大平台 還有很多人說 我是不是台灣的原住民 沒有我沒有原住民的血統 但其實我被問 有沒有原住民血統這件事情 完全不意外 因為我在台灣也 被超多人問 只是單純的眼睛打 還有人說我像印度人 之類的 OK 現在我就是要來分享 我上大學到現在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 台灣腔肉很困擾的事情 主要是你們會覺得 超級扯淡 會真的會以為 覺得我在 糊爛你們 其實上通識課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問題 部分的人 都是你 同班 或者是 同一個學院 大家其實基本上都認識你 就知道你是台灣 台灣這樣超級重 但是你上通識課的時候 尤其是老師 請同學回答問題的時候 真的像是一個 大型 老實點名的時候 總是超讓人家窒息的 但我那時候就是 是一個大一新生 才剛開學三個禮拜 對大學總是充滿許多 無知的幻想 好死不死 老師那一天 就是點名 他就是會在一張 90個名單裡面的白紙裡面 抽中呂逸成三個字 那堂課甚至會有助教 遞給你麥克風 直接把你推入死亡的邊緣 大一嘛 就是站起來 然後想說 對我可以認真的回答這一題 關於這個批盤性思維導演的能力呢 其實這個是 人人都應該要有的思維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樣子呢 這種東西應該要從小教育的 就是我話還沒有講完 那時候就是整個台下就是篇復 台灣的 台灣的 他是台灣的 幹同學 你就坐在我前面好嗎 我到底要怎麼 有辦法不聽到你說我是台灣的 我耳朵還是開著 之前有說我是在學生會工作嘛 具體的部門 我是在體育部工作 體育相關的那種 阿貓阿狗 全部都是我們在做的 大概就是去年的這個時候 每一年的運動會 開幕式要在每一個學院 進入防針 記得就是你們可以就是看 上面這個連結 可以去看看去年的影片 操場上 就是要練防針 每天早就有六七個學院 然後大家就要搶 主席台那一塊 大空地 當整個操場上 就你拿著一個 超級大支的麥克風 還有嚴重的台灣槍的時候 你就是那一個晚上 整個操場最亮的仔 一天晚上 我們結束了 然後要練習最後一次 我就拿著麥克風 欸同學同學 那個最後一次了 麻煩大家就是多多加油 然後最後一次辛苦大家了 我們走完這一次就好囉 聽起來是不是就超級的正能量 就是你這樣子講這麼有禮貌 大家也就是不敢噴你 就是只能翻個白眼 然後再走一次 當我覺得我就是一整天的疲憊 然後就是可以 最後一次看他們走 然後就可以回去寝室休息的時候 我走下台的那一刻 我這種想法蕩然無從 我覺得超級羞恥的 法學院在走防針的女生 就是大聲的 竊竊私語 欸那個男生在講台灣槍嗎 對啊陰陽怪氣 Fuck 那不然請問我是要 是要說什麼 不說話嗎 閩南語可能還沒有多少人聽得懂 大部分的大陸朋友 會覺得台灣槍很可愛 然後就有少部分的女生 會特別想要去學 台灣槍其實就是 就是一種精髓 就是要學其實 蠻難學的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大學就很常碰到 就是那種女生 可能跟我不熟的 會跑來就是問我說 自己的台灣槍到底覺得像不像 要一個台灣人肯定他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 但就是有一個 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在大二上學期的時候 人已經老了 就是當變成老學長了 然後你也成功的是奔三 你只要有穿衣服 就可以走出門的那種概念 就是你完全沒有任何偶像包袱 因為不會有人認識你 單身也就是會單身 就真的不會有人走在路上 然後你就開始脫單了 然後我就穿著一個假腳拖 然後超級邋遢 然後一個人走到食堂去吃 在我拿到我的餐點 然後坐下來的那一刻 正想要吃的時候 眼角余光 就看到有一個女生這樣 站在這裡 抬頭看了她一下 確定就是我們學院的學妹 那我當然就是表現出一個 可愛善良幽默風趣的台灣人 還有一個 儘管學院負責學長的態度 就問她說 欸學妹 你有什麼事情嗎 當你以為她是不知道就是 要怎麼走到自己寢室的時候 她問了我一個超傻眼的問題 痾 學長你可以聽聽看 我的台灣腔嗎 當下我真的是腦波一弱 因為我從來沒有意識到 會有人這樣子問我問題 我總不可能拒絕她吧 但是那個翻車現場 真的是堪比青春有你 痾 你們真的以為 這樣子就結束了嗎 當我就是委婉的 就是跟她說 痾 你就是其實學得不太像 因為她是一個東北的女生 那東北女生本來 痾化音 痾 痾化音就比較重 就很難學台灣腔這種 平翹蛇 比較不分 講話廉詞很快的這種腔調 最可怕的 當我 看向她的目光的時候 居然快要哭了 哇 當下我就心裡就想說 天啊 她如果哭出來的話 我們學校那種什麼表白牆 或自媒體上面 可能就有那種 很驚悚的標題 為所邋遢怪鼠 調戲學妹 內奔食堂 就是這種可怕的title 你知道嗎 就是現在網民真的很可怕 當我意識到 我這個行為 哇 太直男的時候 學妹 你這個東西 真的那些尾音啊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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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我那天真的是 妹子良心在講話 而且 我其實跟那個學妹很好 她如果看到 她被我當成一個例子 然後發到網路上 我不知道她會有什麼反應 那又是下一個故事了 那又是下一個故事了 以上就是我想到一些 台灣腔 非常荒謬 不可思議的事情 不知道你們是喜歡 我正而八緊的分享事情 還是就是我分享這些 那種生活爛事 其實我生活中有 真的有很多事情很 BURB 感覺大部分的 網民或者是觀眾 都喜歡 就是喜歡看大家這種 又爛又搞笑的事情吧 你們喜歡 我就多拍這一點 很好笑的 生活爛事 然後後面有些尺度 就是有點 過大 你們可以去看我 因此上有一些就是 highlight 某一些平台就不過神了 不過我應該還是會做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就記得 就可能只能去YouTube上看 有什麼想法 在評論區下面留言 喜歡記得訂閱 分享 按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